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漂亮的高清照片 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另一次 肖战在接受某个家庭的采访时 主持人说 最近吃的满意的饭菜是什么 肖战简单的考虑了一下 回答说 是刚才我的工作人员给我买的美味的日本料理 感谢 这样的回答 也就是非常关心自己随行的工作人员 其实 工作人员为肖战准备工作饭 其实是他们分开的工作任务 肖战确实经常感谢 可以说很有礼貌 另一个肖战和员工交往的细节也是员工自己说的 肖战在2018年拍了杂志 相信知道演艺界的伙伴很多 灵星们拍了这些杂志的照片 很多衣服都是品牌方和杂志方借的 肖战穿着借来的品牌方面的白衬衫拍了照片后 仔细折叠衣服 回去 这种行为被工作人员称赞过 负责接收衣服的姐姐 用社交软件 其实肖战年龄在演艺界不能说是生肉 但大家总是因为他独特的少年感而忽视了他的年龄 但肖战毕竟有这么多社会经验 曾经的设计师身份让他接触过很多甲方 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 肖战温柔成熟 柔软不识下画线和原则的态度 面对所有人 无论是爱护他喜欢他的粉丝 还是背后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 肖战一直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 给大家带来温暖和幸福 通过这些小细节 你有小战的温柔吗 其实他认真对待别人的细节还有很多 所以主编不一一介绍 喜欢肖战的朋友 如果知道小细节的话 马上在评论中和大家分享吧 我相信肖战保持这样宝贵的品质 一定能在演艺界走得更长